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已经宣布了 他们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 中国的军队将会到非洲跟坦上尼亚 还有莫三比克军队举办所谓的反口 还有军事的行动 当然希望能够深化合作还有务实的合作 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在非洲的布局 5月2号尼日政府已经宣布要将美军逐出 美国在尼日的这个军事人员的数量 站在全非军事部署大约有五分之一 因此外界解读室这回撤出 其实对美国来说损失很惨重 那么跟中国大陆举办反恐 还有军事联合演习的坦上尼亚 其实这个国家跟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大据点 乌干达刚好是邻国 而且历史上这两个国家还刚好爆发过战争 坦上尼亚的军队又被称为是非洲的小解放军 这个战斗力在非洲是数一数二的 当然整个坦上尼亚的军政界 其实有不少高层都是中国大陆的军校所毕业的 这个部分我想问一下 任老师您怎么样解读 这个非洲的情况我其实算是蛮熟的 因为我在比利时读书的时候 我读过一个开发中国家政治的学位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像比利时 它的势力范围就是那个时候叫萨亿 它其实是比锁刚果 那非洲国家里面大概有三十国是讲法文的 就是说整个这个法国自己也基本上认为 非洲是它的势力范围 法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高度的经济发展 以及外表看起来这么有钱 跟它在非洲的殖民地息息相关 即使让这些非洲国家独立 但是他们基本上的话 还是在有长期的控制 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 有的时候你到巴黎 从巴黎的北战一出来 你都不小心以为你到了塞内加尔 那基本上看到的全是非洲人 所以说法国他们是用这种方式 把这些原来的殖民地的重要的人物 就是拉到他们国家 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改了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在坦沙尼亚的标准 前一阵子的话 俄罗斯之间的话 跟打乌克兰有很有名的瓦格纳部队 瓦格纳一下突然之间的话 里面的话就是哥里切夫什 他就是跑到非洲去 里面那个国家叫尼日 就是尼日 那他们基本上的话 非洲人讲法国人滚蛋 美国人也滚蛋 要俄国人留下来 对中国人印象就比较好 为什么呢 这里面其实真的来讲 就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的话 我们中国人本身在非洲的话 就是在商言商 大家公平贸易 第二点的话 基本上的话 没有旧日的那种 帝国主义的那种历史的仇恨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帮他们训练安全的部队 以维持和平为主 这个坦沙尼亚是一个非常重要 坦沙尼亚的部队喊的口号 都是一二一 一二一什么的 我都听了好几次 觉得很好笑 然后喊的口令各方面 就是完全是解放军那一套的训练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非洲的可以说是 中国在整个外交的场合当中 做了很多各国觉醒的事情 我们今天话里 陆陆续会谈到很多中国外交上 但是基本上都以促进世界和平为主 所以非洲目前有很多国家 开始对于中国甚至俄国的感觉 会比以前原来对于法国 或美国的印象要好得多 这是事实 我并不是在谈任何的规范性的说法 我是针对于这个现状来讲一些 继续我来问一下韩兵哥 就是刚刚有说了 美军在尼日尔的军事人员 现在已经整个撤出了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法军也刚刚被尼日政府给赶走了 这个部分您怎么样看 因为就是尼日 他最近的动作就是很明显 他反对欧洲这些势力 他美国的势力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陆续把法国美国全部赶走 而且迫不及待叫俄罗斯赶快进来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做法 那你说这对美军是坏消息吗 我觉得是好消息啊 我们刚刚不是讲美军没钱了吗 这样不是可以省很多钱 省钱又省人 五千个人其实是很重的兵力 对啊在海外这个其实省很多钱 每年大概要省好几亿美金的预算 所以这对他来讲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实际上我觉得美国在非洲真正的困难 不是在于军事基地的减少 而是美国没有想到吗 过去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 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转弯了 因为你美国在长期对非洲 你给的帮助很少 可是你要求的很多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又不协助人家慢慢 他的基础建设啊 协助他经济发展啊 结果你只想在当地 发展你自己的势力 那人家久了 有其他的势力愿意进来愿意协助他 他当然就会舍你而去啊 这是很自然啊 为什么俄罗斯 你看俄罗斯离非洲那么远 可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势力 最近在非洲蛮吃香的 而且他的瓦格纳兵团就在那个地方 因为很简单 他在那边 你说他自己 为了俄国自己的利益也好 或怎么样 他在那边扶持了很多政权 而且在那边协助当地政府解决一些事情 你美国有做到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自己要去想想看 他在非洲的势力为什么会衰退 实际上美国现在自己也发现 他也重新要进入非洲来重视这些东西 可是你看到美国每一次 尤其是拜登 他每次讲说我要播多少预算 要协助当地怎么样怎么样 讲得很大声 到最后钱都没出来 东西都没有 那你没有实际操作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态势不改的话 特别是假设真的是川普上海 我跟你讲川普会进一步在非洲衰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川普更不愿意出钱 那川普更不愿意出钱 那你还想要从非洲这些国家拿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性更低耶 所以恐怕这些国家会导向中俄 会导向的更快 好当然其实这些国家都看得很清楚 到底有哪些国家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 恐怕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 现在积极扮演这个全世界和平的角色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日前在这个巴勒斯坦14个派别 也在中国大陆签署了所谓的北京宣言 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因此感到很紧张了吗 第四度到了美国国会演说 不过我们来看到场面是如何 场内场外都有人在抗议 另外数十名的民主党议员缺席表达不满 他在演说当中呢 先是称赞了川普支持以色列 后来呢 也有感谢拜登努力营救遭到哈马斯绑架的人质 而且还说我们的敌人就是你们的敌人 他指的到底是谁啊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现在有人说 纳坦雅胡你真的是个好战分子 怎么说呢 因为他建议美国应该要在中东地区 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新联盟 好这个联盟就要针对来自于伊朗的威胁 我们还要来看到 当时呢 获救的中乙混血儿 他也出现在美国的国会 获得全场起立鼓掌 纳坦雅胡的妻子呢 还特别给了他一个拥抱 这个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个蔡博士 您怎么样解读 我们要做个区分 美国有很多人支持以色列 但不表示他们支持纳坦雅胡 相对的 我知道拜登非常讨厌纳坦雅胡 非常讨厌 非常讨厌 那川普也不能说喜欢纳坦雅胡 他只是支持以色列 但是没有对纳坦雅胡恶言相向 纳坦雅胡在美国国会里面演讲 有五十几个人走开 不表示那五十几个议员不支持以色列 而是那五十几个议员很讨厌纳坦雅胡 纳坦雅胡被讨厌的原因不是从这一次 加萨走廊战争开始 之前他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让美国的国会议员非常感冒 他们的事我就不管 但他提到说我们的敌人 就是你们的敌人 讲的就是伊朗 讲的是伊朗 伊朗现在好像也不太像是美国的敌人 当然是美国跟伊朗这些关系不是很好 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是不是谈得上敌人 这个有点的疑问 但是确定是什么 是以色列的敌人 这个没话讲 因为他支持真主党胡赛组织 整天在修理以色列 因为伊朗也学美国 在打代理人战争 但是现在伊朗选出一个新总统 这个新总统相对的是比较 比较亲西方 不能说亲美 比较愿意跟西方和解的人选 所以我们就看进一步的发展 那纳台亚务也不用慌张 他说要在中东建立一个北约 谁要参加你啊 你也没有照照镜子 大概只剩下那个 没什么用的约旦而已 其他大概没有人会参加你 这个北约吧 你说阿拉伯国家谁会参加 没有人会参加 那中国出手把这个巴勒斯坦的各派系 组织起来 重新团结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下 那可能这个也比较好处理中东的和平问题嘛 不要说中国 不要说其他国家 包括阿拉伯他们的兄弟国家 伊斯兰国家 看到巴勒斯坦 人口不到五百万人 然后分成十四个党派 妈妈咪啊 你这个叫人家怎么帮你忙啊 帮你哈马斯得罪法塔尔 帮你哈马斯得罪哈马斯 不要不要以而罪他们两个党派 还有十二个 还有十二个 还是交战团队 对 所以当然各有各的 在各国各有各的君主 比如说卡达 比较支持哈马斯 然后这个沙特 比较支持法塔尔 然后这个阿联九 因为有好几个帮 每一个帮都各支持 不同的教党派 外人看着都头痛 那北京竟然有耐心 哇中国这个超有耐心的 一个一个挨家挨户 紧拉票 把他十四票终于凑在一起 而且重新回到 当时阿拉法特所创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旗帜底下 而牵制 以后不要谁要出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合法代表 先讲清楚 以前都是法塔尔说我是哈马斯我是 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共产党 他也说他是 所以这个现在至少解决了第一步 那王毅是苦口薄薰 巴勒斯坦要走持那条路 团结 停火 共治 就是不要哪一个党派觉得你最大 像哈马斯觉得他在加沙走廊最大 法塔尔觉得他在约旦的西岸最大 那其他党派觉得谁最大 我最大 每个都说自己最大 那你不能够共治 不能够分享权力 最后都一盘散沙 而且还打内战 外有强敌你还打内战 所以这个跟那个1930年代的国民党差不多一样笨 我要骂国民党对不起 你骂国民党跟我说什么 对不起的 其实只有你是国民党 你吃过国民党的薪水 我没拿过国民党薪水 不是你当过他的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是我自己选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代表国民党选的 对对对 国民党拜托我来选的 你看我行情还不错 其实我们对国民党没啥好印象 你不用拍我 你不用拍我 我是1949年以后的国民党 1949年我就推了一看回去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团结了 不打内战了 大家组织一个议会 那共同来解决问题 至少要跟以色列谈判 也才比较有行情嘛 可是以色列纳坦雅胡觉得 我快把哈马斯消灭了 你们还搞一个组织把哈马斯藏起来 这个我觉得以色列要认清现实 哈马斯的武装力量 是的确是被你消灭了大半 但是哈马斯作为一个政治的力量 还一直都存在嘛 还存在 他顶多只是说 从武装政党转成非武装政党而已嘛 因为他现在很明显的 这个北京宣言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说 你各党的武装组织可不可以通通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像阿拉法特时代 同意来调度 你不要自己搞个卡桑旅 那边搞个什么团 这个不像话嘛 对不对 哪有要成立一个国家 要加入联合国 结果你们军队是分成十几支军队 对 这个是真的啦 这个是不可能被接受 联合国看到也不会接受嘛 所以一定要共治 然后才能够建国 才能够入联嘛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